我们刚认识飘一宝的时候 它是一个极小众的运动 在大地上根本就见不到 但是飘一宝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 包括精神方面 包括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把飘一宝推广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飘一宝这项运动 认识飘一宝 在09年底的时候 在公交车上往窗外看 就看到有一个玩飘一把 人就刷过去了 我当时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了 就在网上搜 但是特别难搜到 终于在一个卖体育用品的地方 见到这个东西 当时就买回来 但是当时根本就不会刷 然后就在网上搜教学 发现中国已经有很多玩这个东西的人 然后就练 慢慢地吸引身边的人都加入我们 都跟我们一块玩 慢慢地就形成了慢速板队 刚学的时候 因为当时没有人教 也不认识身边玩这个的 我们就从网上看视频学 大概学了只有一周左右 才勉强能往前滑 但是现在我们教一些新加入的人 就一两天就能学会 我们慢速板队从09年 遇到现在大概有七年的历史了 这中间有很多人选择了放弃 但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坚持 像我已经是属于最老的滑手了 当然我们这边还有新加入的 像00后十四五岁 就已经滑得非常非常棒 跳跃板最早是起源于美国的 它的灵感就是高山滑雪 当然后来跳跃板传入中国以后 发展得非常迅速 很多城市都有跳跃板这种组织 每年全国赛都会汇聚全国各地 玩板的精英 所以在动作方面 包括文化 包括每个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 都会提高一大步 我们也在每年向往参加全国赛 它就像是我们平时过的 一个大节日一样 这种放松的时候 也是我们学习进重的 当你成了一个动作以后 会有你的兄弟们给你鼓掌 当你失败了以后 会有你兄弟们把你扶起来 所以这就是 跳跃板的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它告诉我 你要坚持下去 你不可能放弃 我们是敢玩玩童 曼斯跳跃板队